DJI如影跟焦点机可用于调整镜头的焦点、变焦或者光圈 可搭载DJI RS2云台的前置波轮或如影跟焦轮使用 也可搭配DJI RS-C2云台的前置波轮使用 下面我们为您展示DJI如影跟焦点机搭配DJI RS2云台的安装与使用 首先将12毫米导管插入跟焦点机安装组件并拧紧螺丝 然后将两颗M4螺丝预装到跟焦气点机安装组件距离导管远端的两个螺丝孔 将安装组件导管摆放在上层块装板的右侧并将预装螺丝对准螺丝孔 然后拧紧螺丝 如您使用的镜头较长 也可将导管放置在右侧并且安装固定组件至下层块装板前端 安装上层块装板增高板至相机底部 拧紧上层块装板增高板底部螺丝 将相机滑入下层块装板后锁紧锁扣 取出跟焦尺条安装在镜头的跟焦环上 将跟焦电机套入导管中 然后按压电机 保证跟焦电机齿轮与齿条充分逆合后拧紧旋钮 使用USB-C相机控制线 连接跟焦电机与云台跟焦电机控制接口 最后调节相机平衡 完成安装 开启云台电源 上滑调参屏 点击左下角拨轮功能设置按键 进入后 选择跟焦电机 即可使用前置波轮控制跟焦电机进行调焦或者变焦 你也可以通过连接Ruin App 进入智能拍摄 点击跟焦设置 通过Ruin App来实现镜头调焦或者变焦 DJI RS2 支持使用Ruin S或者SC跟焦轮实现双跟焦功能 首先 将跟焦尺条安装在镜头的跟焦环 安装第二个跟焦气电机在导管上 将跟焦电机齿轮与尺条充分捏合后 锁紧旋钮 使用USB-C相机控制线 连接跟焦电机与云台图传或跟焦电机接口 将跟焦轮安装在云台侧面RSA接口 最后 调节相机平衡 完成双跟焦系统的安装 开启云台电源 上滑调参屏 点击左下角波轮功能 进入后 选择跟焦电机 可使用前置波轮 控制与第三个USB-C接口相连接的跟焦电机 跟焦轮控制与第二个USB-C接口相连接的跟焦电机 双击跟焦轮按键 可启动跟焦气电机 形成校准功能 当跟焦气电机绿灯常亮 则代表校准完成 即可使用跟焦轮进行跟焦 长按跟焦轮按键一秒 可切换跟焦气电机正向反向 若需要设定跟焦气电机行程 首先确定电机位置A点 单击跟焦轮按键记录 确定电机位置B点 再次单击跟焦轮按键 此时 跟焦轮只能控制镜头在A B点范围内转动 单击跟焦轮按键 取消A B点设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